其实外交部的人员 本来就有安排 这些所谓的 千禧公园的行程 或是去芝加哥的市区 去看一下观摩这些 购物中心啊 或是说 不是购物中心啊 就是星巴克旗舰店 那个做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大家能够去 去看一下观摩一下 去学习嘛 什么一个城市 要去怎么去做的 这么繁荣 这么经济繁荣 这个是外交部的行程 这是外交部提供给 访团的行程 那民进党的自己的访团 有其他的餐序要去 所以他们就去其他的餐序 他们说 我们去跟这个 很重要的大咖碰面 我们有邀约你们哦 这样子 大咖是谁 可是其实他们在群组 康康有秀出来 就是他们在群组约的时候 他们只有说 有跟一个企业家要吃饭 欢迎大家来 他们所谓的政要人士 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资讯脑 其实是 是一个在经营 好像是大麻CEO 对 在经营制造大麻产品的CEO 所以我们当然看到这个资讯 我们当然说 NO 当然不要去啊 为什么我们要代表中央民国出访 然后还要去碰触到 跟这个 本国 列为毒品的相关的 这一个 企业公司呢 我们当然谁NO啊 那我们就走外交部的既定行程就好了 你们为什么 最后还要这样子来抹黑我们 他们因为前阵子去访美嘛 那个美国访美代表团 那所以呢 就有新闻就爆出来说 哎哟 领头耍大牌哦 那个时候还竟然还说 他怎么没有购物时间都不够 然后还去灌人家酒 骂外交官 什么之类的 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那大家就一头雾水 你知道吗 那因为这个次外交部 他在7月中旬 他就筹筑一个跨党派的 这个访美的代表团嘛 可以去参加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对 全国代表大会 那个时候去 去做一个这个参访 那当然呢 那个时候就是 领头江被爆出来之后 甚至还有被说 是不是还有扬言说 我回去就去找徐巧星 哈哈哈哈 他说哎 巧星又有事了 他说 唐真也最长的 他说我回去就叫徐巧星 修理你们 哦之类的 那后来呢 徐巧星也被问到 他说没有啊 那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情 就很 就是一个超级乌龙 然后又没有料的一个 泼脏水的一个爆料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荒谬的 对啊 那巧星突然就是唐贼这么强 什么事情都要抢在身上 修会期耶 在修会期间可以 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吗 清静一点吗 可以休息一下吗 然后这个呢 就是 呃 当然理念呢 也有被 呃 就是大家就好奇说到底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林涛会这样被爆出来 对 那其实在这个民众党这边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国际部的主任 子羽 林子羽 他其实有讲 他说因为其实 呃 在 他们的过程里面 的确有一些没有政党平衡的事情发生 他其实讲得上相对比较委婉 但因为他其实有讲 因为 其实有时候这种在外面的访团啊 大家有时候就彼此会稍微体谅一下 就觉得 哎好啦 那我们这件事情就你知我知 不用大家知 就是你知我知 然后大家就顺顺的把这个行程把它走完 嗯 让我们回去也不一定要把整件事情去台面化 但就偏偏有人爱爆料 不知道是谁爆料的 而且还加油添醋 对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恶意 就是 我觉得很怪 就是到底为什么要 这样子去大做文章 但是反正林涛他已经有做出了一些相关的回应啦 那但是呢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好了 因为这个 波基 黄阳明他其实就是也有提到 他觉得林涛已经被名字印堂盯上了 真的 你自己怎么看 你觉得林涛有被盯上吗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被盯上啊 因为他就是我们国民党现在年轻的世代里面的 非常的重炮手 而且就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 不管是学历背景啊 或者是这个议题的主导能力啊 他都非常的厉害 很常是我们的启动发动机 他们很怕会有一个像这样子的新秀 然后再次突起然后去做一个很强的监督 所以他们当然要盯上林涛啊 那这一次这个共和党的官选团 我自己是去参加接下来在下下礼拜要出访的民主党的官选团 对那这个官选团他们都是民进党五个 然后国民党五个那民主党一格 那他是以那个国会的习次来去做分配的嘛 那这个都可以理解好 那我们的官选团很辛苦哦 因为他们去不但要克服时差的压力 对 然后呢每天他们的那个 你知道因为他们那时候去的时候 刚刚好是川普刚好被这个耳朵被枪击 的隔美几天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共和党这个党代表大会哦 那我们我们的官选团带了很多年轻人去吗 不管是我们的副发言人或是我们的总团长 青年团总团长 好那年轻人一起去 他们很激动也很期待能够在 不管是在外交上啊 或有能够更多的学习啊 或是在这个党代表大会的一些选物的实际的工作 可以有一些收获跟经验回来 他们每天哦 而且就是共和党他们 我是听他们来每天跟我们分享啦 共和党他们的党代表大会在那个很大的 这个空间里面嘛 那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区域 是给来自不同的访问团 或者是说不同的党代表 不同的人这样子 那他们的区域是没有限定座位的 所以等于是你要很早就到现场去排 排队 然后要坐到很好的位置 所以他们一大早就会到现场 然后去排队 然后去听一整天的行程 然后时间也非常的紧凑 然后每天都发很多的新闻稿回来说 他们今天在这一个智库 跟他们聊了什么东西 那今天这个大早会看到这个 副总统跟那个候选人跟总统选人 一起出来的那个感受 然后川的演讲讲了什么 每天都非常的扎实 精实 而且是做非常多的外交工作的准备 而且是全程英文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行程 在这一次的访问团 我们真的是带了非常多的丰厚的 这个收获回来 当然我们接下来民主党也会一样的去听取 这样民主党他们的这个政策啊 政见啊 然后来去学习 这两边一定都是去做平衡的 而且我们是尽力做到最好的外交工作 很可惜 结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有发生这样子 就是有点恶意的 想要来去扭曲 然后想要来去泼脏水 然后想要来去做一些不具名的 这个恶意的攻击 我们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报导 其实真的是居心叵车 而且你看涛哥 领导他自己也有出来转述嘛 就是他们在这个样的过程里面 就是其实我们也是 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其实真的可以理解 就是外交人员 他们在做一些行程安排上面 可能会因为是执政党的关系 他们会有 会有比较多的这个尊重或礼遇 那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外交人员 第一线外交人员 必须面对的这样的情况 他们有他们难处啦 对我们真的都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在后续的新闻稿 回来之后也都感谢外交人员 我们新闻稿都有写到 非常感谢他们 这一阵子的这些这个付出 对这些工作 他们对工作的这个认真努力嘛 那结果一回来三个礼拜 结果被戳刀了就领导了 对 大家本来想说 好啊我们不要 不要把事情闹大 不要扶上台面 然后自己背后被戳刀 对啊 好惨 这样子 这样子 我只是觉得啦 就是我们在出团 不管哪一个政党 我们都是代表中华民国 对对 我们都是代表台湾 那我们出去就是外交部 本来就应该要去做一个最中立公正的一个存在 帮助中华民国的外交 能够有更多的拓展的机会 对 所以 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党之间的互动 或是说你可以说一个良心的竞争 那这样也会让我们很担心啊 接下来八月的这个民主党的代表团 官选团 我们要注意 要出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都要注意一点 会不会又要跟我们一起唱歌 又被戳到 就是又要唱歌 我想说很恐怖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就会有点怕怕的啦 想说我们本来就是很想要把这些事情做好的 结果很可惜 就是竟然很像政坛顺丰喔 就是就是互相就是这样 在底下 互相偷扮拐子你知道 就是他们先 他们想要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来去扳倒我们的政治新秀嘛 那我们当然会觉得 哎就是怎么可以 做出这样子恶意的扭曲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很担心 接下来民主党的代表团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带那种就是你知道 秘书气还什么在身上这样 是不是保护自己 对对这样我们怎么样有政党和谐跟信任吗 我们也很想 真的是互信耶 对啊 互信的问题 这样子 我也很想问民进党跟民进党的政府 就是 你们这样怎么让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政党的互动呢 对啊 其实有在上节目的其实都知道 有时候在节目上面 我们可能在政论节目上面 会有一些议题的交锋 一定会有啊 一定会有的 但是在节目之下的 这个交流的过程 大家其实是互相尊重的 你有你的工作 我有我的工作 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我们不会去扯一些 就是私下私人的 那偷半拐子 对对 但 I don't know 可能民进党的DNA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其实 这林涛也不是吃素啊 反正他后来就是有在重炮回击 他的意思是说呢 其实 他说当时会有一些可能冲突 其实都是因为民进党托团的关系 那住处那边呢 他们其实就是要去接这个民进党的这一团人啊 那所以呢 国民党团的团员们 晚餐时间呢 被压缩到40分钟 你要想要去逛一下地标啦 这个拍照了一下都不用时间 不好意思 结果他后来他说他们一上车之后 然后就被噎语说 诶 逛饱了吗 他说都没逛到还逛饱 对 他说因为这样被激了一下 所以呢才有这样子回嘴 然后再来是被说什么灌酒什么 他说没有劝酒 他说只是这个外交官提议说要聊聊喝一杯 就大家就是很正常的一些 互动啊 他觉得整个被放大解释成这样的 就是天哪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我要跟你握手 结果变成我要抱你 对 真的这种恶意的曲解 那我想要来 也来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我们刚刚康静女复发员人 他有在后续去做了一些 这些事情的论述嘛 那因为我其实 我其实不是现场的人 那但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团队的 所以我们都有去分享一下 他们当时发现的状况 那当时状况是 其实外交部的人员本来就有安排 这些所谓的千禧公园的行程 或是去芝加哥的市区 去看一下观摩这些购物中心啊 或是说不是购物中心啊 就是星巴克旗舰店 那个做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大家能够去看一下 观摩一下去学习嘛 什么一个城市要去 怎么去做的这么繁荣 这么经济繁荣 这个是外交部的行程 这是外交部提供给访团的行程 那民进党的自己的访团 有其他的餐序要去 所以他们就去其他的餐序 那我们的就是跟着外交部 计定的行程走嘛 那只是因为外交部 为了配合民进党访团的行程 所以压缩到 他原本计定给我们的行程 然后就变成说 是我们要为了要购物 然后多花那一点时间 然后结果在车上还 一上车就被上了什么 珍珍高兴欢迎你 这样子的这种很揶揄 或是说很嘲讽的方式 来去对待我们的这个民意代表 我觉得这个是外交人员非常大忌 再来就是 有人说这政治先人跳 对 他说握手便比握力 有没有 看谁力量比较大 他要捏爆他的手这样 然后我们的康康呢 又在就是来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 这个不讲清楚真的不行 因为他们说 我们去跟这个很重要的大咖碰面 我们有邀约你们哦 这样子 大咖是谁 可是其实他们在群组 康康有秀出来 就是他们在群组约的时候 他们只有说 有跟一个企业家要吃饭 欢迎大家来 然后只有给这个企业家 他的一个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他的名称 然后跟他的公司这样子 然后就说 看你们要不要来啦 有邀约诚意不多 有邀约资讯也不多 但这个资讯呢 也被我们查到 就是说他这个所谓要去 会要去吃饭的这一个 你会说他们所谓的政要人士 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资讯 其实是 是一个在经营 好像是大麻CEO 对 在经营制造大麻产品的CEO 所以我们当然看到这个资讯 我们当然说 No 我当然不要去啊 为什么我们要 代表中华民国出访 然后还要去碰触到 跟这个本国 列为毒品相关的 这一个企业公司呢 我们当然谁No啊 那我们就走外交部的 既定行程就好了 你们为什么最后 还要这样子来抹黑我们 对啊 所以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原委 那我觉得很明显的感受到 绿营不但哦 他们非常忌惮国民党 在对美的外交工作 做得如此之好 第二他们忌惮林涛 他们担心林涛会成为 未来一个国民党 非常重要的新秀 他现在已经是了 是我们的重炮手 他担心林涛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越来越厉害 他们先把他打掉 所以才卯足全部的火力 政论节目啊 什么什么的 一起来攻击林涛 我真的觉得 只要 我拜托我们所有的网友 一定要知道 这件事情的原委 我们非常认真 做外交工作 就是被眼红 就是这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